大家好,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咱们接着还是讲这个失业线 有一种失业线 它不但是到达土星球 就是中指的根部 它还继续往上延伸 甚至已经到达中指的第三个指节 已经穿过的这个第三个指节 已经穿到了中指的指节里面 就是特别长 表示其人的失业心特别的重 并且胸怀发展的野心 往往是知尽不知退 而遭受失败 甚至会遭受到杀身之祸 这是容易什么 失业心过强 只知尽不知退 我们说要 这个在失业当中 往往碰到一些挫折 要知难而退 大方大丈夫能趋能伸 那么这种呢 就一味的往前冲的人呢 往往是容易枪打出头角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一点 失业线过长 那么相反 如果是失业线短小 不能到达明堂掌心的范围 就是它失业线呢 短短的就这么一条 甚至还没有到达指挥线 没有到达明堂的位置 那么这个表示呢 其人呢 生活比较困惑 缺乏什么 开拓失业的信心 就大多数是属于这种 早年的失学 或者早年的家庭环境不太好 而且呢 这眼界也不够开阔 认为自认为自己呢 只适合打工 这么一种人 那么失业线如果穿过感情线上 末端有分叉 他穿过了感情线 但是尾端呢 又有分叉 那么这种人呢 就是虽然不见成功线 或者外力线 但是其人呢 一生事业会顺利 而且呢 带有什么 侥幸的色彩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运势特别好 往往是碰见一些 这个大家都不行的时候 你反而逃避的这种灾难 事业当中呢 也没有什么损失 就这么一种情况 就是虽然它没有成功线 没有成功线 但是它有一条 这个穿过了天文 并且在尾端分叉 就这么一个感觉 好了 有关这个事业线的几种形态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文玄机 我们下期再见